顾教授 江洛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您三年来悬赏百艺寻找 她是我见过 最顶级的音乐天才 也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 能够击败音乐母女的人 顾教授 你是 那是我人生中 唯一一次失败 一定要找到江洛 替我 江洛 我没婚了 什么 我带阿诚回来 阿诚 也就是蒋星成 是他的初两百月光 天爷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三年前 你失明 蒋星成他当作主 导致你们柳氏集团股 而湘默 在你最绝望无助的日子 入罪柳家解决危机 甚至还以宣誓药 治好了你的眼睛 他爱你爱的 连命都不要了 你却为了一个渣男 抛弃他 这太练脑了吧 阿诚当初离开 是有苦衷了 至于他 我们本来就是七月结婚 你替我柳家 抵挡流言蜚语 我帮你解决 养父母公司的财务问题 我没有想起 燕燕 你抛弃江洛 一定会后悔的 我绝不后悔 因为我爱的 一直都是阿诚 至于你三年来的照顾 我非常感激 离婚后 这个房子归你 外加五行管 帮你解决赏养费 好 我容易离婚 你 你就这么答应啊 反正我们本来就是 七月结婚 为什么 离婚后 你把七月上的 一千万给我就行了 三天后 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江洛 给我 我真没想到 你这么变态 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好男人 还对你心存愧疚 没想到你竟然去拍我 还把我的头发 披成酒红色 跟你PS在一起 我也想到你每天晚上对着他 做了些不苦描述的事 我就很心 燕燕 结婚三年 江洛一直都没有碰过你 这其中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照片都在这 还能有什么误会 照片里 和如烟一模一样的女孩 是我的白月光 有谁呢 在去 小薰 小鹿 你不能被打倒 我要你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然后娶我 不要 江洛 你快向燕燕解释啊 还有什么好说 我该不该告诉他 我该不该告诉他 是错的真相 对不起 现在马上从我家里 回去 我越来越好 燕燕燕 江洛 江洛是因为他爱你了 才会撇出这种照片 是 他是做错了 但是这些 跟蒋青城带给你的伤害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你怎么老是替这个变态说 阿成 我已经决定了 要跟江洛离婚 和你在一起 燕燕 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好开口 我会跟江洛说 你爱的人是我 不用 明天 我去机场接你 燕燕 倩倩 你看男人的眼光 还真差劲 你 小军 我一定会成为 世纪级港琴大师 与你重访 会是三个 老师 我现在想 已经开始谈高清 您看 我还有机会吗 你消失了三年 自己放弃 我凭什么要给你机会 对不起 你在哪 京都 明天上午十点 来机场接我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谢谢顾教授 我只是爱惜你的才华 并没有原谅 你当时的放弃 顾教授 蒋新成邀请您去京都 参加她岳母的寿宴 安排明天的飞机 回京都 您是要接受 蒋新成的邀请 去参加寿宴 此去金姑 只为将落 希望你的灵气还在 能打败你 可以吗 让他们来 初级 不 不 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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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萱 悄悄我今天给你带什么来了 这个送给你 以后听见风铃就要笑一笑 好漂亮啊 小萱 我一定会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与你重逢 娶你 严严 她讲经常到底有什么好的 能让你抛弃爱你爱的要命的江沃 你不懂 当初在假面舞会上 我跟阿诚合作了一首钢琴曲 因此确定了恋爱关系 要是不能下给阿诚 我会后悔一辈子 严严 你这么恋爱呢 很容易被人骗的 阿诚才不会骗我呢 明天他就要回来了 我得好好练习一下我们的定情曲 等他回来 弹给他听 和当初假面舞会的时候一样 我总是谈错这个衣服 是阿诚用齐声 纠正我做 盐盐 你眼睛才刚好 就别练了 你听 什么 刚刚有人在用钢琴手 纠正我弹错的地方 是吗 这种感觉 跟当初在假面舞会的时候 一模一样 这钢琴声 好像是邻居传来的 难道是阿诚回来了 就是这里 江洛 你这么纠缠我 有意思吗 周岩 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被我赶出家门之后 无家可归 所以就故意在我家门口游荡 想让我看你可怜 输了你 不过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受留变态 你误会了 我在这里是英文 够了 我的白月光已经回来 我绝对不会让他看到你 叶叶 还不快滚 倩倩 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是不是阿诚的 我也不方便透露房子的主人 但是说了 这栋房子已经空置七年了 空置七年 可是刚才合奏的感觉 曾明就是阿诚 当初的假面舞会 你怎么就确认 面具之下的是蒋新城 刚才降落赛的时候 这栋房子灯亮着 江洛早的灯又灭了 说不定 在这栋房子里弹钢琴的是江洛 包括当初的假面舞会 不会的 我怎么可能爱错呢 江洛在这里只是凑弃 跟我合奏的一定是阿诚 张马 这只风铃 是谁挂在这儿的 是江先生 江洛 是 您之前失明 在这里总是磕道 江先生就在这里绑了风铃 您路过的时候 就算是看不见 听到声音 也会有所留意的 主要 滚开 不要把我灯都废着 来 小姐 今天这猪的味道 怎么也不对 小姐 之前都是江先生 亲自给您熬粥的 江先生走之前 亲自教家里的厨师 好多次 可是 没有一个人能做出 江先生的那种味道 江洛 江洛 不是江洛 我花钱请了那么多厨师 结果连一道粥都学不会 真是犯了 哎呀 多亏有江先生贴的防状胶条 要不小姐你就受伤了 这 这些 也是江洛弄的 是啊 江先生怕您看不到摔倒 新婚之夜 把所有的桌角 都沾上了防状胶条 小洛 你这个变态 对我越好 我越何心意 小姐 张马说句不该说的 江先生 真的很爱你 你真的不该把他赶出去 颜色丑死了 再说 我现在已经不瞎了 把这都插开 这 是 爷爷 一大早上 谁让你生气了 还不是江洛那个变态 算了 我们该去见阿诚 看那个帅哥 真的好帅 帅帅 太帅了 飞机晚点 你去贵宾室等我 那里有钢琴 你先练练手 好的 不介绍 马上就要见到阿诚了 可是我们的定情曲 我还总是谈错 爷爷 我总感觉 当初假面舞会上 跟你合作的人 不是蒋心诚 我肯定他就是阿诚 你是不知道 他跟我合作那一刻 就像一束锅 闯进了我的世界 占据了我的全部 亲家 亲家 就是这首曲子 跟当初假面舞会时 有的感觉一模一样 一定是阿诚 给我准备的惊喜 好帅呀 这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阿诚 江陆 怎么是你 江陆 怎么是你啊 如燕 你还真是一魂不散啊 如燕 有什么意思 你跟踪我来到这里 又放出了我跟阿诚的病情 不就是想要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我告诉你 阿诚曾经对我无微不至 我也爱他入国 你别想去 燕燕 可是你失眠这三年 我也不是照顾你的人是江陆 不是他讲信成 那是合约内容 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契约并没有规定 但他以身是要 治好你的眼睛 那是他自愿的 我又没陪他 反正不管你对我再好 也没办法掩盖 你是个变态 我是绝对不会原来 如燕 你误会的 我没有吓送你 我是过来打人的 燕燕 江陆是来等人的 你不要冤枉他 倩倩 你怎么又听这个变态说话 你知道的 我很少站在男人这边 但是这一次 我真的劝你慎重考虑 不要像一个爱你 爱我 一个只会对着照片发行的变态 你听 那个照片是个误会 误会 有什么好误会的 难不成 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你变态的行为被我发现了 所以就撒谎 说那个女孩不是我 以此来掩盖你爱上我的真相 往回面子 不是 漏了江陆 不用解释 你以为被契约爱上 我不追求 但是你居然试图想要隐瞒 对我的爱 这让我分手 你以为我真的那么蠢 看不出来你对我的感情吗 对不起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阿成 阿成 燕燕 我好想你 阿成 我也好想你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她怎么也在这儿 阿成 你别误会 她是跟踪我过来的 跟踪 我本来很感激你这些年对燕燕的照顾 更感谢你愿意离婚 成全我们俩 但是你如果继续这样纠缠燕燕 真的很让人感受气 我希望你难忍一点 别再来打扰我们俩的生死 没错 我爱的是阿成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跟如燕已经旅婚了 你不要把我再当作 一只假想敌 假想敌 我知道你对燕燕 有缉分之想 不过 我相信燕燕 你现在可以走了 否则 我不介意让保安 把你扔出去 小星城 你少在这儿 有关系 江洛说了是来等人 就是来等你的 你不要误会 谢谢 等人 好啊 那你说说 你等的人是谁 我的老师 顾又威 是华国首富 顾家的大小姐 顾又威吗 顾又威曾经在商界叱咤风雨 后来她推出商界 转投音乐器 我才有机会接替她 成为新的商业女孩 她不仅是我的 连我的母亲都非常崇拜 你在这里冒充她的学生 招摇撞批 且不说首富顾去 哪怕她一个不知名的学生 顾又威 顾又威 你不了解我 就不要急着否定我 江洛 页言说这些她可是为了女孩 你没必要为了面子 江洛 我马上来 顾教授马上就回到 到时候 你们也会相信我 相信什么 相信顾教授 真的会为你而来 没错 你 我想起来呢 页言 顾又威敌就回来 顾又威敌来 没错 顾又威的确会来 不过 是为我 而不是她 为你 没错 三年前我退婚 让柳家陷入腥风血雨 柳家一时不会接受我 但柳家最敬重的 就是顾又威 所以我连续一个月下情帖 邀请顾又威 来出起奄奄母亲的审恋 到时候 顾又威替我说情 柳家 一定会同意我们 重庆在一起的 阿诚为了我 把我和母亲的偶像 顾又威的情 江洛 你真的永远都不上阿诚 我没必要跟她 也对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顾又威马上就要来 你留在这里 只会影响我贵客的心情 滚 你们确定不等都教授过来 叫开 江洛 顾又威是我的贵客 你在这儿等她三天三夜 顾又威都不会看你 诗相的话 就自己管 否则 你的手就别写了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答应顾教授在这儿等 顾教授 既然你这么冥顽不灵 那我就替我的贵客 好好教育你这个冒牌伙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你的心事 我顾又威的人 你们也敢动 我顾又威的人 你们也敢动 顾教授 放开我 顾教授 阿诚 你竟然真的把顾又威请来了 顾教授 非常感谢你能来参加燕燕母亲的树演 到时候还请您替我们多没言几句 贾心诚 你恐怕是误会了 我此来京都 只为江牧 郭教授 让你解救了 我来帮你拿行李吧 你们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您放心 您肯给我这次机会 这一次 你并不 这三年 你有没有碰过钢琴 狠手 这里的阿猫阿狗太扫兴了 去华夏音乐学院 弹给我听 江牧 我们结婚三年 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 你的老师是郭优威 你的音乐天赋这么厉害 这三年来 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柳如烟 你是柳如烟 对吧 潘儿 你真的很不关心江洛 连他是华国音乐学院的天才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为了跟你结婚 他现在已经从圣宝伦音乐学院毕业 在世界钢琴界展露头角 你配江洛 高攀了 你配江洛 高攀了 柳如烟后离婚 对他对我都好 我尊重他 这次好 算了 你的事我也管不着 但这次 是你主动找我 如果失去三年前的灵气 后悟 老师 请放心 这次 我一定没有人失望 还是那句话 你配不上的 你 你不觉得江洛 和不由微的关系 有点爱 江青城 你太无论了 你刚才外面江洛 没有道歉 现在还在这里 血口喷人 你承认别人优秀 我这么猛 好 谢谢 不要说 阿生也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 爷爷 你别忘了 你的眼睛是谁治好的 又是谁 在你最绝望无助的三年里 是陪着你无怨无悔 爷爷 对不起 刚才我是嫉妒 毕竟这三年来 都是江洛陪着你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所以才何不择言 江青城 想虎烟烟高兴的话 就去抬手你们定情去 让他重温一下 前面我贵的感觉 今天也有点累了 赶紧再跟你谈 我们回家吧 阿成 你现在还不能去我家 既然故意我也不愿意帮你说起 我只能自己花时间 说服家里人 哄应我们 要不然我们在一起 不会幸福的 爷爷 我只是想弥补 这三年来 对你缺失的陪伴 没事了阿成 以后有的是时间 我们先回去了 你好好休息 我们讲一下这些年 在国外投资失败的消息 还好没有传回国内 这次回国 我一定要拿下牛肉烟 拿下他 就等于拿下牛市 你消失了三年 竟然是入赘柳家 不过我知道 你肯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老师 都过去了 谢谢你愿意给我机会 你是华国音乐界 唯一有望站在世界之巅 为国争光的人 也是 也是唯一一个 老师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的世界里只有钢铁 只有这回世界 几个大师 才能重新变好 的消息 姐妹 是不是顾教授 他旁边的学长 好帅啊 我知道 他就是曾经的钢铁天 才降落 三年前 他不告而彼 让顾教授找了他三年 我还以为顾教授会生气呢 没想到还对他这么好 毕竟是曾经的钢铁天才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不会是 让江洞弹琴吧 虽说是天才 可毕竟过了三年啊 多大的天赋 都经过着这样浪费啊 你跟柳如妍结婚三年 这点小场面 永远复不了 对不起 我这次回来 可不是听你说对不起的 我要确认 你的天赋和悟性 是否还在 值不值得 我为你回来 嗯 正面给我看 这架钢琴 自从建校以来 都没有人弹动过 非为学校做出重大贡献 非为院长亲自批事 无人敢煽动 住手 这里是华夏音乐学院 这架钢琴 不是你这些人的困难 张校长 后子不见 张校长 江洛曾经是我们公认的天才 他现在想重新开始 请再给他一次机会 极鬼 他也配 我承认 你曾经是华夏数十年 难得一见的天才 也是华夏音乐学院的骄傲 但你三年前 为了荣华富贵 放弃了钢琴事业 你没有资格再听钢琴 更没有资格 再往这次钢琴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不会 你当初放弃的行为 在战场上就是逃兵 是要斩力学的 滚 张校长 不只是不忍心 江洛这样的天才 敏然重人 才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可以给任何人体会 但是不能给这种 贪慕荣华的备合者 顾教授 你怕是忘了吧 当年我们力排众议 把华国唯一宝送圣宝伦的名 给了他 可是他呢 在开学当天就背叛了我们 甚至甘愿了为财八家的玩物 像这种 怎么有脸跟我们一样机会 对不起 当年被灵阵脱逃 不仅让华国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 更让华国沦为全世界的笑话 这份屈辱让我们至今抬不起头 你还想要机会 绝无可能 张校长 我可以做宝 只要给他机会 以他的实力 更能把这份屈辱 有点成为荣耀 顾教授 你看他这副未首无尾的样子 哪还有当年的灵气 他已经将来裁尽 你现在给他机会 换了 只会是失望 我相信江洛 慢着 当初你的钢琴天赋 我是认可 但是钢琴界的规则 你还没忘吧 想要走向世界的舞台 钢琴必须由小提琴配合 一起勉奏 你现在 需要找一个小提琴手 同你配合 否则你的灵气再高 也只是无减性 无法站在世界之间 唯有灵光 我马上联系我的学生 你们的学生 可是在全国各地参加比赛 现在根本赶不过来 那么 现场的各位 你们有谁 愿意用小提琴 配合江洛演奏的 江洛学长 曾经确实是很厉害 但他已经三年没有碰过钢琴了 万一他年纪消失 离开了学校 那跟他合作的人 岂不是颜练进了诗 对啊 我们当初 好不容易才考进来的 如果冒险丢人 以后的事业可就毁了 看来 没有人愿意跟你搭档 你注定失败 现在 拿这个出华 想应该随愿 张校长 我本来以为 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没想到 故意为难江洛 我给他机会吧 是不是他自己把握不住 也没有人愿意帮他 我愿意和江洛学长合作 我相信江洛 顾教授 我敬重你的家族 也敬重你在音乐界的城市 但是这里 还是我说了算 忘记 你已经在他身上失败过一次 难道还想 再失败第二次 张校长 也请您再相信一次吧 我为我曾经的鲁莽道歉 不必再说了 你这个逃兵的话 我们不相信 张校长 我也没有原谅江洛 我只是 爱惜他的才华 你也知道 江洛曾经是唯一有机会 代表华国音乐 走向世界之巅的人 他是华国音乐界的希望 我们都希望为华国争一口气 我希望 给他机会证明自己 当然 如果他失去了三年前的灵气 那么你说 我也会让他过 为了华国音乐界的荣耀 请您放下过去的恩怨 让他继续钢琴事业 既然顾教授这么坚持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证明自己的实力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没有了当年的天赋 我要你 三跪九后 爬着离开华像音乐学院 为你当年带给我们的 实辱实罪 好 我愿意和江洛学长合作 小薛 他不是小薛 他与那位音乐魔女 倒是有几分相似 秦星星同学 你真的要和江洛合作吗 没错 他就是秦星薛 就是今年小提琴学院 特招进来的天才小提琴少女 江洛学长 我叫秦星薛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我知道你 从我第一次听到你的秦升的时候 我就想 我一定要跟你合作 所以 你愿意和我一起合作吗 秦星薛 现在整个华夏音乐学院 都不愿意和江洛合作 你和他合作 是要一起成为音乐学院的耻辱吗 张校长 这比赛还没有开始 你就断言江洛灵气尽失 会失败成为耻辱 未免太草剩了吧 我就不信 三年没碰钢琴 还能有什么灵气 你叫秦星薛是吧 嗯 那请你跟我一起 合作一起 也不这样可以吗 嗯 哇 小龙学长的技术完全可以屁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刚才我应该怎么站出来跟他合作的 是啊 如果能跟江洛学长合作一次的话 应该做梦都会笑醒的吧 太震撼了 我要拍下来 哇 就还不动一分钟 他们合作的视频已经点三过万了 哇 好厉害啊 张校长 学生和网上的反应 所以这么 江洛的实力就是华国的希望 你如果想要华国在音乐界利益世界之巅 就不该再为难江洛 没错 江洛学长是天才 不应该不过 我们支持江洛学长 支持江洛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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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们怎么折腾 谢谢你啊 没想到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 难怪被称为天才生 不不不 我算什么天才 我曾经见识过一位真正的天才 跟他比起来 我还不够格呢 你已经很好了 江洛学长 你愿意让我做你的长期搭档吗 我保证不会拖你的后头 江洛学长不可能喜欢我 他只是觉得 我像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只要能和江洛学长一起演奏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小旭 是你明明这种感应 你继续就能去出现了一遍 刚才那个叫秦勋勋的 虽然小提琴演奏得不错 但我没想到你会答应和他长期合作 而且你刚刚看秦勋勋的眼神不得近 你们是不是认识 我们并不认识 况且我确实需要一个小提琴声配合 而他在刚才那种情况下 也站出来帮我 我心得过他 行 你们后续合作我来安排 那你准备 怎么谢我 我请你吃饭吧 三年没有吃你做的饭了 但还真有点想念 去我家 做给我吃 李燕 顾教授对江洛好像真的很偏爱 我爱你一直都是阿丑 至于江洛 谁偏爱他 我无所谓 真的 你不后悔是追江洛 我绝不后悔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追江洛了 什么 江洛阳光是爱戏 又会做饭弹钢琴 简直就是我的理想性 之前他是你老公 但是现在 你们分开了 我的机会就来了 即使情敌可能是过游威 我还是想试试 随便 那我现在就给江洛打电话 刚行天才与小提琴兽 我要学会 林燕 江洛跟一个美女合作的视频 人生点赞 已经超过百万了 江洛 已经这么急不可怕 也要跟别的女人 勾三打死 江洛 既然你的天赋还在 我就会全心培养你 让你站在世界音乐之巅 然后 打发一个人 谁 等你站到世界音乐之巅再说 江洛 我明明已经决定跟江洛离婚了 为什么看到他跟顾佑V在一起 我心里这么不舒服 阿诚 怎么了 如言 我亲手做了你以前最爱吃的黑森林蛋糕 现在就给你送去 不是阿诚 是你现在来我家 要是被记者看见报道出去 后果不甘设想 如言 我只是想接你 但你这么为难的话 就算了 等一等阿诚 你来吧 不过 只能待一会儿 行 你现在毫不忧略 先阿诚 江洛 让老师教你点不一样 要救什么 不要 不要 你确定吗 那可由不得 江洛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不行 罗言 有事吗 江洛 那张照片 还要不要 你跟顾佑V在干什么 没什么 老朋友学学教而已 我问你干什么 不是想知道你在干什么 而是提醒 你现在还是我柳如烟的老婆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 你跟别的女人回家 会影响柳家生意 我们不是已经在办离婚手续吗 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 跟孟威在一起 是你先提出离婚的 现在又反过来怪我 你到底在想什么 怎么了 看到我跟阿诚在一起 就故意跟别的女人亲亲吻吻 想要吃醉 我没有 我不管 反正你今晚 必须搬回来住 你想要吃什么 要是你经常跟顾佑威在一起 其他人看见难免会多想 可是 你已经提出离婚了 我们不离婚 你怎么 芷芸 你怎么来了 难道我不能过来 你是在心虚吗 蒋星成不是刚回果木 你怎么没和他在一起 你就这么喜欢戴冰帽子是吗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现在还是我老 你就这么迫不及了 你让我跟其他男人在一起 幼稚 小孩子过家家吗 僵了 跟我回家 我和顾教授还有点事 你 注意分算 皮膚里再惹出神神 老师 我 实在对不起 你确定要跟柳佑威离婚了吗 昨天她的白眼光已经回来了 而我也曾经在乱 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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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 刚才她反应激烈 好像是在吃醋 吃醋 走吧 我家里人 不会轻易接受阿成的 我需要时间说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 两冰城会怎么想 这个我自己会跟阿成解释的 你只需要陪我 继续维持婚约 结束之后 我个人再多给你一百万筹金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可以搬回来 但契约内容要加一条 就是你不能阻止 我追求自己的钢银梦想 就非得和柳佑威在一起吗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好 我答应你 那现在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看我心情 一张照片都这么在意 我在你心里很重要 张先生 请你劝劝刘总吧 那个蒋星成根本配不上他 真正和刘总长相厮守的人 应该是您 老马 您言重 蒋先生是如烟为一切爱人 他不是已经被搞出了吗 为什么还不进 蒋先生 你别误会 我过来找如烟 是有事情 你是来要钱的吧 我知道 这些年你跟烟烟过惯了好日子 现在一下子被甩了 没有软饭吃 所以就过了一切 这样 你说个术 我 别拖着烟烟 当过她的幸福 多要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的福 不想钱 你什么都在这里给我装 你别以为赵如烟烟 就像泡麦在上尾 有我在 你不可能 蒋先生 我说过 不要把我当成的假想敌 我不会妨碍你跟烟烟的任何事情 蒋 蒋 你干什么 阿串 江湖 你欺负了阿串 阿串还在听你说话 而你却连对不起三个字都不说 有个愿意 是阿串 跟她 我不信 江湖 你 别吵 江先生 这是燕燕最喜欢吃的蛋糕 不介意的话 一起尝一下 我在干什么 虽然想要害江若吃醋的样子 怎么 没事阿串 你也该回去了 可我还想陪着你 等我说服了家里人 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也好 江若继续纠缠下去 如烟肯定会喜欢 江若 你为什么推她 爷 没事 她不是故意她 张先生 刚刚是你自己帅的 我都亲眼看见 你还在狡辩 大小姐 是 爷 是我不好 我只是问她为什么还在这 没想到她就恼羞出 江若 我知道你断股咽言三尼 不舍得离开 但是你应该清楚 她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就算你再见 你也不应该当这烟烟的面动手打我 跟阿诚道歉 我又没有错 为什么 你欺负阿诚 跟阿诚动手 还说你命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最后再说一次 是她自己帅的 你 就当是我自己帅的 不要怪江若 毕竟她替我照顾你三年 我应该赶紧 江若 江若 你刚才答应我 今晚搬回来住 赶紧回来 你觉得合适吗 你出宿了 我们还是尽快离婚吧 江若 居然敢挂我电话 大小姐 不怪江先生生气 不回来住 刚刚是江先生自己摔倒 陷害江先生 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能挂我电话 那江先生不愿意回来 怎么办 反正这个家里也没有他的位置 把他东西收拾收拾 全都丢出去 是江 我倒不 我爱的沙场 不是江若那边 就走得越远越好 烦死了 张马 我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出去 为什么就是学不会江若那种味 没胃口 大小姐 您多少吃一点吧 保重身体 通知那些厨子 让他们赶紧收拾滚蛋 对了 还有江若的东西 赶紧收 小姐 这些都是江先生的东西 真的群人了 全部扔 尤其这张PS的照片 赶紧收 小姐 您看 这材质都发黄了 应该有七八年了吧 您那时候 根本就不认识江先生了 那你的意思是 照片上的人不是我 大小姐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刚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也觉得里边的女孩子是您 但你看 人家穿的是校服 看着更加青色 这不是我 这怎么可能 肯定是江若偷拍我 来满足他那些肮脏龌龊的想法 大小姐 江先生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您忘了 您跟江先生结婚的时候 您怕他趁虚而入 对您做出禽兽不如的事 就雇了保镖防他 结果 您雇的保镖 趁着您失明 对您各种闲助手 要不是江先生阻止 您都被保镖 给侵犯了 江先生 在您失明的时候 都对您恭敬有礼 我觉得 他是不会做出那种 禽兽不如的事的 那这么说 照片上的人 真的不是 误会 有什么好误会的 难不成 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如果这真的不是我 那江若在很早以前 就认识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女生 这像您给我的照顾 算什么 小姐 要不你找江先生问清楚 他肯定不会骗你 江若 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来 刘小姐 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已经知道 合照上的女孩 限你十分钟之内 不还给我解释清楚 要不 我就把照片烧掉 这个跟大小姐 一模一样的女生 难道 是柳家二十五年死 我会这么巧啊 照片上这个女人是谁 我给过你坦白的机会 你不说实话 行 你们合照上的校服 是平成事二中 等我找到他们校长亲自问 那就别怪事情弄得难看 如燕 她是我的朋友 我其实早就想告诉你了 那她叫什么名字 姓公 单名一个勋子 公勋 那这个叫公勋的女孩 现在在哪 高三那年 她突然不辞而逼 向人间蒸发了一遍 我到处去找 但没人知道她去哪 我跟她留下来的唯一纪念 就有这张照片 诶 你 你把这张照片扔到哪 我不会用 却为了这张照片 拼了命地跳下去 你帮了我养父母 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恩人 我瞒着你 也是不想你多想 所以这三年来 你以身是要治好我的眼睛 我也不值得照顾 只是把我当成恩人 你是我的恩人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但这张照片 是我和小薛唯一的纪念 你能把它还给我吗 想让我把照片给你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 你说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强王你别后悔 我里无烟的人情 可不是谁都还得起 滚 强王我讨厌你 帮我查平成是二组 有没有一个 叫功勋的学生 我要他的全部子乱 您尝尝 厨一舰长 是照顾柳如烟磨练出来的 是啊 这三年 也不算什么都被学到 你很骄傲 你浪费了三年时间 还失去了 圣宝伦学院的进修资 真是幼稚 如果失去圣宝伦音乐学院 进修资格 导致我无法走向 更大的舞台 那我觉得 可能是我实力还不够吧 你的实力我认可 这些天我出差 帮你办理钢琴大赛的时候 你好好练琴 别辜负我的期望 谢谢老师 喂 江洛 你也上午见完你 就在家里闹绝食 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真是幼稚 想要走向世界之巅 就必须把你这些家务事 处理干净 我可没有这么多耐心 陪你一遍又一遍的 处理这些麻烦事 我知道了 老师 爷爷 江洛听说 你一晚上没吃东西 立马就过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来试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既然你已经知道照片的真相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彻底结束了 我只是说离婚从长计 什么时候说个彻底结束了 主燕 你不是已经找回你的白友疯了吗 而我已经答应了你的令 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耗上我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 不想夹在你的中间 江洛 你这是在危险吗 必须在你跟阿诚之间 选择一个吗 你不是已经做出相格了吗 总之 你们柳家的恩情 我已经还清了 现在开始 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希望我们会不打扰 江洛 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这个结果 对我们两个都好 盐盐 你跟蒋星成复合 江洛肯自动消失 你应该知足吧 他陪了我三年 治好了我的眼睛 原本我有 离婚之后 还能做过 你到底想清楚没有 你爱的人到底是蒋星成 还是江洛 当然是阿诚 一直都是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不要后悔 江洛他爱你 才会选择成全 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他爱我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他爱我爱得发生 所以他一定是为了面子 在逃避 只是把我当成安稳 林月 你怎么了 倩倩 你也觉得 我应该跟江洛一刀两断 从此再也不见了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蒋星成 就不要跟江洛继续纠 否则 只会给江洛无畏的希望 同事上蒋星成也更加难受 我知道 我就是不甘心 既然江洛住在这里 那昨晚跟我合作的人 真的是江洛 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那么爽 就像当初阿诚给我的感觉 喂 喂 江洛 我刚回国 咱们见个面吧 我有好事跟你说 展鹏 那你待会给我发个位置 我现在就过去 行啊你小子 三年不见 又帅了啊 还是老样子 坐 好 对了小鹏 你出国这些年 有没有小薰的消息 抱歉啊 江洛 没事 他曾经说过 只要我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他就会嫁给我 我已经开始重新弹钢琴了 我相信 离这一天应该不远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前阵子 在华夏音乐学院 弹钢琴的视频 已经火爆全网了 火爆全网 你不知道吗 嗯 这个视频啊 现在点赞已经过千万了 热搜榜第一 我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视频 才来找你 江洛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什么 咱俩什么关系 你尽管开口 是这样 我创办了一个叫抖音的 短视频娱乐公司 跟京都蒋家竞争 一直被打压 所以 我想请你这个 有颜值有才华的大主播 过来帮我撑场面 蒋家 蒋星成 对 是的 三天之后 公司会有直播PK 我想请你 入住我的平台 到时候不管成败与否 通过平台流量 功勋不管在哪个角落 他都有可能看到你 这件事情 我要跟顾教授商量一下 只要你肯答应 我一定给你 最优质的流量资源 你帮我打败蒋星成 我帮你找到工具 燕燕 谢谢你愿意出来见我 那个江洛 没有继续纠缠你们了 燕燕 你总是回避我 而且你们两个 一直没有离开 我还怕 那个江洛把你敲走 阿成 我们瞒着父母附和 就相当于是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必须等他们同意 我才能公布你的身份 燕燕 你别生气 我相信你 我只是太爱你了 那个江洛 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好处 才一直拖着不肯人怀 离婚的事 我自有安排 你别插手 不然我会生气的 好 我不插手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江洛 确实是个人才 我看他的短视频 在网络上报复 刚好我有家 短视频娱乐公司 现在正确优质的主播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帮我劝劝他 如果他同意签约 我可以跟他开出 最优的条件 你想跟江洛签约 你放心 我只是感激他 把你的眼睛治好 想给他治条名路 不至于你们灵魂之后 他被饿死 这件事肯定的证 我也肯定 功勋 江洛 你怎么在这儿 展总 这么巧啊 江总 不好意思啊 认错人了 那这位是 你女朋友 对 这就是我女朋友 阿诚 江洛 我刚刚和燕燕 还提起你 想要把你签约到 我的公司 陪杨成头部主播 江洛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现在视频 火爆全网 正是事业发展的 上升期 一会儿再 阿诚肯定不会亏待你 不用考虑 谢谢江先生好意 我不会跟你们公司签约的 江洛 我知道你对阿诚的误解 但他也是真心想要帮你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 不管蒋星成在你心里有多么高大 但他之前假装摔倒无限 我不会跟这种人签约的 江洛 我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 这种小事你都记得了 阿诚 我知道 但那是个误会 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误不误会无所谓 总之 我不需要你们 我们走 站住 就算你不跟我前约 你和燕燕的事情 总该有个了解 蒋先生 如烟喜欢的是你 我没有任何意见 请你不要再把我当中心 是非了 真没想到 这个柳如烟 长得跟功勋一模一样 当时我听说 你爱上柳如烟 甚至不惜性命 以身试药 帮他治疗眼睛 现在看来 八成是把柳如烟 当成了功勋的替身啊 才对他这么好的 别胡说八道 顾教授 那以后希望各位老师 可以多帮帮我们 试陪一下 江洛 怎么了 顾教授 我发小搞了一个 抖音短视频平台 想要我入住 给我制造名气 您看 行吗 行 您同意了 比赛需要的技能 您已经超越常人 但比赛还需要 背景和名气 背景 我帮你搞定 至于名气的话 需要靠你自己争取 抖音这个平台 我也听说过 好像还不错 如果你发小 愿意花资源捧你 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谢谢顾教授 先别着急谢我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别让我失望 我一定会尽力的 顾教授同意了 太好了 放心 直播前 我一定大力宣传 帮你预讹 行 那接下来 就拜托你了 好 江陆 上车 我们聊聊 江先生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跟如烟 说过很多次离婚的事 是他一直拖着 他拖着 江陆 你少在这贼 很拙贼 延延都已经告诉我 是你想得到好处 才故意拖着 不跟他 他说 是我一直拖着 不肯离婚 你承认就好 你只是一个 契约结婚的提身罢了 烟烟真正喜欢的人是我 你不是小邀请 这两千万 足够你荣华富贵 小半辈子 拿着请 感情无安 蒋先生 你给我听好 我跟如烟在一起 这么久 从来没有 贪图过他任何权势 关于离婚这件事 我尊重他的选择 麻烦你好好问清楚 到底是谁 拖着不肯离婚 再来质问我 江陆 你以为我会细你的话 今天你和燕燕 必须会两半 否则 我听说顾尤威 在为你安排 钢琴比赛时 你要是继续 纠缠燕燕的话 以我蒋家的地位 我不介意 向你展示一下 我平台的影响 该怎么办 你自己看吧 只有这样的事情 才能讲到 多不准听着 刘总 那个工薪的资料找到了 江总 不好意思啊 江洛已经答应 入住我的平台 所以请你不要 白费力气了 你们真以为 我想和他签约啊 别说他是个素人 就算他是粉丝 千万的大网络 我也不稀罕 你 我来找你 是聊柳人烟的事情 是男人的话 你就上车 没事 蒋总 店面已经清场了 这是您要的 两杯冰美食 不加糖 下去吧 嗯 我以前并不喜欢 冰美食 是燕燕亲手 给我做了你 我才逐渐 喜欢上这个 可恶的胖 毕竟爱一个人 就会爱他的全部 蒋先生 其实你没必要 暗示什么 我知道卢燕 喜欢的是你 既然你知道 我就只说了 你跟燕燕 是契约结婚 事成之后 他给你 千万多 没错 这张卡里 有两千万 拿着钱 立马逃给他 你为了 跟蒋星成在一起 结束这段契约婚姻 我答应你了 可现在要离婚的是你 拖着不离婚的 也是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阿诚跟你说的 你不觉得 你们这样做 很过分吗 是阿诚 怀疑我们之间的关系 为了让家里人 能接受的 不让他伤心 所以我才出此下策 柳如燕 我虽然跟你是契约婚姻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可你现在这样反复 横跳是在什么 把我当作你们俩 盘雷的一环吗 不是 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想让我难堪 让我在你的白月光面前 抬不起头来 是吗 不 蒋洛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我知道这么做 对你来说不公平 可是我没有办法 所以才 明天去明城区 江洛 这就是你的白月光吗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通知你 明天去明镜 不行 我不同意灵魂 我是来通知你 不是在跟你商量 江洛 你别忘了 还有一份契约在我手上 现在离开 以前我就拿不到了 你养父家 也会受到波及 你真的任性吗 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吗 你不用拿契约来威胁我 在我治好你眼睛后 你父亲曾经 答应了我一个心愿 可当时我还没有想好 但现在我想清楚 我要跟你结束 这段契约 彻彻底底离开 明早八点 你知道 江洛 江洛 我可以跟你离婚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说 在我家里人接受阿诚之前 你继续照顾我 没问题吧 你没事吧 离婚后 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 我没有理由照顾你 江洛 这些年 你对我的好 都是假的吗 这段时间 虽然嘴巴不说 但是心里清楚 我已经习惯了你的陪伴 我之所以拖着不离婚 也是因为这个 只是不好意思说 所以才撒谎骗了阿诚 而灭了你 对不起阿江洛 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只要你能留下来 让我慢慢适用 没有你的生活 作为报答 我会让柳氏集团 寻找照片上 功训的下落 嗯 走吧 去 去离婚 请在三个月 离婚冷静期过后 才办你 什么 离婚冷静期 你们这对小夫妻啊 看起来这么办法 千万可以一起用事 不然啊 到时候离婚再复婚 不嫌麻烦吗 我们要不再缓缓 主燕 你找下关系 今天就把离婚办了 我相信 这对于你这位财法长公主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江洛 这婚 你就非力不可吗 是 喂 我要伴你离婚 今天就好 一杯无糖美食 一杯焦糖马其朵 谢谢 好的 稍等 江洛 我答应用柳家的势力 帮你寻找工学 外加一台 是海威钢琴 但是 你不能对外公布 我们离婚的消息 直到我失忆没有你 这是你欠我的 柳妍 你能答应帮我找小薰 我已经很感激了 诗坦威钢琴 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只需要按照 新的契约旅行就行 其他的 你不用管 这一千万 我们俩清了 这一千万 我们俩清了 您的咖啡到了 谢谢 结婚三年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你喜欢 喝偏甜一点的咖啡 你清楚地知道我的口味 但是 我却从未试图了解过你 现在说这些 都不重要了 如果我说 这很重要的 这三年来 你对我的好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也很感激你 就算我们以后 做不成夫妻 也该是朋友 但对于你这位朋友 我了解的太少太少了 现在 我想多了解一下 你还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卢妍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 蒋星成 就应该努力去奔赴 你认为对的人 你能把我当作朋友 我很开心 但我想 我们以后也只能是朋友了 只能是朋友 蒋罗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所有人都说 你爱我爱得连命都可以不要 但你却支持我 跟蒋星成和好 蒋罗 如果你真的爱我 又怎么会如此大度 看着我投向 其他男人的怀抱 卢妍 当初我们七月结婚 是因为 无养父母的集团破产 需要你的帮助 对此 我一直心存感激 但我们之间 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 现在我要重新寻找我的感情之路 希望能理解 之前你说把我当成恩人 我还自欺欺人地认为 你只是不敢面对我的爱 其实 我是不敢承认 你是把我当成功勋的替身 才对我这么好 卢妍 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其实 你和小薰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他的提身 我只不过 当成了一种感情替换 从来没有想过 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我的眼睛虽然恢复了 但我的心 却看不清了 如燕 你是你 功勋是功勋 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我真心的 希望能过得幸福 爱一个人 就是放手成全 默默地看着他拥抱幸福 难道不是吗 放手 成全 如果是功勋爱上了别人 你也会选择放手成全吗 如果是功勋爱上了别人 你也会选择放手成全吗 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 如果是功勋爱上了别人 你不会选择放手成全 你会跟他共度一生 所以这就是爱 我不爱的区别 走吧 带你去看钢琴 你先进去等我一下 好 先生 这架钢琴是全球限量款 价值五百万 我来这等人 顺便站着 等人呀 看来我们店里今天是做不了您生意了 不过看您条件不错 您可以出门右转 那里有家酒吧在招男模 可以去那试试 我只是来你们店转转 什么意思 郑先生 我只是给您指条名路 您不感激就罢了 怎么还生气了呢 你的名路我不需要 我今天过来 是来取诗坦卫钢琴的 什么 是坦威钢琴 这可是我们变得正殿之宝 价值连城 并且已经被财阀长公主 有如烟提前预定了 并且刚刘总通知 他马上就过来取琴 你该不会等到人是他吧 你还不算太本 你该不会是想跟刘总搭关系吧 知道刘总一会儿要过来取琴 故意在这等他 想靠你这张小白脸勾搭刘总吃软饭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发不得被人包养 你还敢骂我 找事是吧 保安 这个人在店里找事 把他给我打出去 你确定不等柳如燕进来 就要把我打 还敢直呼刘总的名字 我看你是活腻了 漏手 我看谁敢 你敢冒充刘总的小白脸 毁坏他的生意 我就是要把你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动我可以 就怕后果你 怎么 我替刘总教训你这个小白脸 就有什么不敢的 我就是要把你这张脸给毁了 我看你怎么勾搭 以后你就能重新做人了 动手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刘总 您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穷小子 冒充是您包养的小白脸 毁坏您的声乐 还想骗走 架支连城的诗坦威钢琴 我们正在教训他 江洛 我们离婚不离家 对外你依然是我丈夫 直到我家里人接受为止 这是你答应我的 你这么说 是怕外人知道我们离婚后 妨碍你跟阿诚的关系吧 真是个笨蛋 算了 我们先看刚醒吧 结婚三年 我都不知道 你竟然真的会弹钢琴 还是个钢琴天才 我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天 我看到你家里有台钢琴 本来还想弹给你听 但没想到 第二天钢琴就不见了 我跟阿诚 是因为钢琴取定情 结果最后他离开了我 那些钢琴对我来说 却是最痛苦的回忆 我就叫人给砸了 不过现在 你可以弹一首 给我听吗 好 这首曲子 是那晚 他在顾佑威家 跟我合作的曲子 也是我和阿诚 假面误会的定情曲 想要您高兴的话 去弹一首你的定情曲 让他成为一台 比面武裤的感觉 我听不见了 你有没有在假面武会上 谈过这首曲子 你有没有在假面武会上 谈过这首曲子 我 你不回答 就是默认了 如燕 现在说这些 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 假面武会上 跟我合作的人 真的是你 如燕 蒋星成找不到你 现在跑来公司 说是一定要见你 我正好也有事找他 让他去查试等你 好 江洛 陪我去见蒋星成 我陪你去 不太合适吧 我们三个 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才不会这样 一而再 再而三地彼此纠缠 好 我陪你去 燕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我们是来帮燕燕撑场面的 蒋星成 三年前你抛下了燕燕 如心燕燕已经恢复光明 你又舔着脸过来求复合 为什么总想燕燕身心难过 我没有 蒋星成 我过来 是给你最后一次谈了 已经 你少在这儿迷惑刘总 刘总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白脸打出去 多手啊 他是我老公 你没听听吗 他是我丈夫 那架石坦威钢琴 也是我送给他的礼物 真的是你丈夫呀 你被解雇了 滚 刘总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他是你丈夫 才这么跟他说话的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算他不是我丈夫 你就是这样对待金店的不可 服务行业里最机会的 就是礼貌局 马上 刘总 我真的知道错了 带走 刘总 如言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其实你也没必要向外人解释我们的关系 你就这么急着跟我脾气不安心 这三年来 是江洛 是江洛无微不至地陪在我的身边 有求必应 还拼了命地治好了我的眼睛 甚至在我主动提出离婚 跟你复合的时候 他都愿意放手成全 只希望我能够幸福 他的 不知道比你高尚出多少倍 你看吧 到现在你还这么在乎他 说明我的担忧是对的 你已经被江洛三年的付出所感到 你的心里 已经不完全是我了 而是被另一个男人逐渐取代 蒋星成 我跟如烟已经离婚了 对于你们两个 我只有祝福 所有人都知道 你爱他爱他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会那么好心地祝福我们 你可以不信我 但你可以问问如烟 他为了跟你复合 承受家人的误解 也要费尽心思回到你身边 你怎么可以 江洛说的没错 蒋星成 你知道燕燕为了跟你复合 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吗 如今他跟江洛离婚 你还不知道自己错的呢 太可恶 燕燕 你怎么说 蒋星成 我问你 你还有没有事情 隐瞒我 我 有没有 燕燕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 是他 他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燕燕 看来我真的失去你了 他说什么你都信 蒋星成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把责任 拖在江洛身上 我不是被他给抢走 而是我本来应该爱的人 就是江洛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 我们当初在假面舞会上合作定期 但从了之后你再也没有碰过钢器 为什么 因为那天跟我合作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而是江洛 只不过 那天你穿了跟江洛一样的衣服 让我误以为是你 不是 我 你不用脚皮 后来我也问过 你是不是跟我合作的人 你说那就是你 你果然一直在欺骗燕燕 燕燕 你听我解释 我是害怕我承认跟你合作的那个人不是我之后就会离开我 所以我才一时糊涂欺骗了你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江新城 你的爱 太自私了 燕燕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甜蜜 你难道都忘了吗 燕燕 我承认 我找江洛让他跟你离婚 但是你跟我说过 是他耍滑招 故意托着你不肯离婚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继续被他纠缠下去吧 所以你就去找江洛 戳穿了我的谎言 让我在他面前羞愧难当 江新城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 那么你赢了 对不起 但是 我必须要让你离婚 就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还会这么做的 爷爷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我怕 怕我被江洛抢走对吗 不不不 不是 你既然选择原谅我 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怀疑 那么我请问 如果我的眼睛没有恢复 你还会回来 说你爱我跟我复合吗 我 江新城 你不会 就这一点 你就比不上江洛 你拿我跟这个吃软饭的比 这是在侮辱我 说谁呢 凭什么说江洛吃软饭 他那些甜蜜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江新城 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爷爷 你本来就不应该跟渣男父 我支持你 走 爷爷 你难道都忘了吗 当年你妹妹心脏病突发 是我为她找到了心脏源 要不是我 你妹妹早已经死了 你说过 你会感激我一辈子的 当年飘旭突发心脏病 急需匹配的心源 难道 那些心脏 是江新城找到的 爷爷 我承认 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对你的欺骗之上 但是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的 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我们还是再冷静一段时间 好 只要你愿意圆灭我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 爷爷 当初飘旭的心脏 真是江新城找来的 那他怎么不早点送 那颗心脏 是从地下黑市买来的 终归是非法去的 阿诚就不让说 连我爸妈也不知道 真没想到 江新城当年帮了柳家这么大的忙 却不要功 也难怪 你会选择原谅江新城三年前的背叛 选择跟他复合 江洛 你觉得 我应该原谅阿诚吗 不管你和江新城是怎么在一起的 但至少跟他在一起才开心 而他真心认错 又救过飘旭妹妹 其实 你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不是吗 到时候 你把他帮飘旭妹妹找心脏这件事情 告诉他们 说不定 还能助攻一场 向罗 你真的是个很好的人啊 江新城那么对你 你还愿意帮他说好话 没有 我只知道 如愿已经原谅他了 如果我想让你说 不要原谅他呢 算了 现在说这些 也没有意义 先请 我们回公司 原谅你没事吧 没事 有奶和糖吗 你不是只喜欢喝美式咖啡 从来不加奶和糖吗 我之前跟江洛去过一次咖啡馆 他给我点了我喜欢喝的冰没事 但他自己喜欢加奶和糖 说这是他的喜好 我就想试试江洛喜欢你 明明所有人都说 江洛爱我爱得要命 但是为什么 他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盈盈 你曾经很认真的告诉我 你对江洛没有动心 你爱的人是想心承 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爱上了江洛 对不对 你就当我脑子是进水了吧 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现在失去了 才明白自己爱的到底是谁 你让蒋星成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在考虑 原谅蒋星成的欺骗了 阿诚他是骗了我 但是他说的也没错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也永远没办法抹去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决地 和江洛离婚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也许 我不是唯一一个 同时对两个男人动心的女人吧 从你拖着不肯跟江洛离婚开始 我就应该猜到 你心中还有江洛 这三年来 改变的事情太多了 我本来一直以为 没有人可以取代阿诚 但是当我再次见到他 我发现他也并不是无法取代 除了因为 之前他的背叛 其实更多的原因是 我不需要阿诚 我需要的男人 是江洛 只是我不愿意成的 原来 爱上一个人 真的会情不自禁地 喜欢上关于他的一切 不管是喝咖啡的品味 还是其他 盐盐 你别这样 只有江洛做的饭菜 我才吃得下 只有江洛给我按摩 才能缓解我的头痛和失眠 只有江洛陪在我身边 我才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 安心 和幸福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去找蒋星成说清楚 之后只做朋友 否则你就算嫁给他 也不会幸福他 欠欠 可是蒋星成 他救了我妹妹的命 我对他 爸 卢燕 蒋星成三年前 害我们刘氏集团生育扫地 你竟然跟他复合 你都知道了 立刻跟蒋星成断干净 可是爸 他之前救过妹妹的命 我 我早就知道 你妹妹医治的心脏 是蒋星成找来的 但你知道 蒋星成找的这颗心脏是谁的吗 是凉落七年前车祸去世的妹妹的 什么 蒋家的地下黑市就是做这种勾当的 她的这个恩情 早在三年前抛弃你的那天已经还清了 她现在回来找你 根本不是爱你 明白吗 我知道 是因为我眼睛恢复了 她才回来的 不对 是他们蒋家这些年在海外投资失败 已经兵临破产 想要借助我们柳家的实力 这不可能 阿诚绝对不会这样骗我的 蒋星成回国的第一天 我已经知道兵线开始调查 蒋家在国外一直压制消息 才没有把兵临破产的消息传回国内 但马上就保护住了 她想要利用你 你必须跟她一刀两断 我 蒋浅 我怎么办呀 想新成这种渣男 不许得你付出 况且 你妹妹的心脏 是江洛妹妹提供的 你改记的人 应该是江洛 可是 别可是了 再犹豫下去 你真的要彻底失去江洛了 其实 我可能 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她 你这话什么意思 蒋浅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 江洛掉落在泳池边的那张照片 我本来以为她是变态 把我跟她披在一起 结果照片上的女孩 根本就不是我 是她的高中同学 同学 只有得到江洛的答案 才能让我彻底死心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这段暗恋 不许表白 但是燕燕啊 你还没有告诉江洛 你真的喜欢她 就这么放弃 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那就下定决心 不要再错过了 你说得对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跟蒋星成 做个两段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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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怕家里人知道我们复合吗 你怎么还约我来帮个师姐面 万一被你父亲的心腹看到 他告诉你父亲怎么办 你对我的关心 到底是真心 还是假意 当然是真的了 我只是不想你用我的事情为难 我爸已经知道我们复合了 他怎么会知道 那既然知道 我们现在去找伯父 请求他的原谅 不用了 我找你过来 是想告诉你 我们彻底结束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说过会原谅我的 那这不正好证明他不是变态吗 我倒希望那张照片中的人是我 这样至少能证明他是爱我的 从我心里面有这个想法的那刻开始 我就知道 我对江洛 再也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 燕燕 我觉得是你想复杂了 江洛要是不爱你 又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 一身是要 治好你的眼睛 再说了 他们拍照的时候是高中 懂什么爱情啊 肯定是你跟江洛提出离婚 让他想到 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跟你很像的同学 所以把他当成你的替身 盛琴 你这么说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俩有什么过往 不管他们高中有什么过往 都只是小孩子过家家 我们都能看出来 江洛爱的人是你 那我 真的还有机会吗 你要是一直把爱意藏在心里 才是真的没有机会了 那你呢 你之前不是也说 你喜欢江洛 要是明知道会被他拒绝 你还会选择跟他告白吗 我会 我会亲口告诉江洛 我对他的感情 即使结局注定被续续 那种你装啥 我答应你 是因为你曾经帮我妹妹 找到了适合移植的心脏 但那颗心脏 是江洛妹妹的 所以我最应该感激的人 还是江洛 你利用了江洛妹妹 又冒充江洛 骗走了本该属于她的感情 江洛 江洛 全是江洛 就算那个妹妹的心脏 是江洛妹妹的 那也是我找来的 所以 你三年前的离开 让我柳家陷入风波 对于你的一切欺骗 我都不再追究 那既然不再追究 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合呀 因为我不想再被你欺骗 我没有骗你 那么我请问 你这次回国 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柳家财产 其实你如果坦白地告诉我 以我对你的感情 绝对不会不帮你 可是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欺骗我 我们之间不再有信任 也就不会有未来 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会知道 以我柳家的势力 想知道你蒋家近况 不能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也不装了 三个亿 让我龙山再起 否则 你永远都变下来的 我知道你已经爱上江洛 我相信 你也不想让我在你们俩之间 不去不出的吗 真卑鄙 三个亿 让你和江洛之间 不再有麻烦 我想 对你来说是一笔不错的 好 你答应你 三天之内 三个亿 在你的账户上 谢谢柳大小姐 小先生 真没想到 我们之间 会走到这一步 需要用钱来买断 我们的关系 小胖 我们有直播经验 你确定 要让我跟你讲 现场PK吗 没错 以你的实力 绝对没问题 你就这么信任我 你还不知道吧 自从你和秦勋勋 合作的视频 火爆全网之后 网友 把你和功勋 以前元旦晚会的 合作也扒出来了 短短两天 点赞超过千万 火爆全网 你心里只有功勋 根本没有互联网 当然不知道了 短短两天 有两条点赞过千万的视频 再加上 抖音帮你预热 现在期待值已经拉满 我相信 你只要正常发挥 绝对 横空出世 一个小小的抖音平台 也想让他航空出世 蒋星成 是我 战鹏 我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赶上 给我PK 能和蒋总这样的强者PK 我很高兴 为什么不来 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提鸡 想成为我们对手 不配 今晚的PK结果只有 那就是你的书 我 蒋总 话 别说太难 怎么 我说句实话 别忘了 你的抖音平台 已经被我的速看短视频 全放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给你 而我的速看短视频 只要我愿意 路边随便的一个期待 一夜之间 我就能让他成为粉丝 千万的网 你有关系 对 我知道 你们蒋家财大起诉 已经高卡了好多家短视频公司 但今晚不一样 我有相落 谁赢谁输 不一定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料泪啊 就贫发 也想赢你 没错 他是有两个抱红的事 但是你知道我今晚请到的是谁吗 谁 天才小提琴手 公 公李 公李 难道 是那个十六岁 又登下了维也纳金色影图大厅 召开个人独作的天才小提琴手 嗯 没错 我的速看短视频 已经开始布局直播 我旗下的主播 已经提前一个月进行实力PK 而公李 已经断崖势力 就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大魔王 对付这样一个新手小白 那还不是手法拔弃 按蒋总的意思 今晚的PK 我们小猪东 你没负气啊 论才华 宫里在全球顶尖的维也纳演奏厅 举办过个人小提琴演奏会 论实力 他坐拥粉丝千万 还有一张天使般的脸庞 和魔鬼的身材 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他 而呢 要实力没实力 要粉丝没粉丝 你拿什么给你 蒋总 给你一个证告 你也太看不起 巧了 我就是看不起 今晚直播过后 你们就等着 我承认 公里小姐确实很危险 不过现在比赛还没开始 露死谁谁 但还未灭 多谢蒋总美 但不到最后一刻 我们还有机会 好 那我就要看着你的傲气 一点一点 然后 只要你 倒在我的惊心 我不拒绝 这事 和这女朋友 三三七 绝证 江洛 我已经看开了 输了 大不了重新来过 但我相信你 无论输与 都一定能获入手 让龚勋看到 你再等他 小胖 我这一次 重新回来谈钢琴 确实是为了 我相信 他一定能关注这场比赛 你是我的好兄弟 今晚 我们全力以赴 江洛 有你这句话 就够了 公立小姐 你终于来了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蒋总 您说今晚跟我直播的人 是江洛吗 没错 你们是不是认识 我之前花重金请你来直播 你没有答应 今天一听是江洛 竟然主动进来 江总 这是我的姿势 没关系 你愿意来就行 只要你往那里站 江洛 我这也结束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 让大家动起来 好 动起来 大家快动起来 就凭你 还想救他 别做梦了 战鹏 你心里应该清楚 有人关注你的抖音直播 是因为你和我的速看视频 进行PK 蹭了我的流量 你这辈子能和我做对手 也算是没白活 蒋总 也许我们会逆风翻盘呢 想要逆风翻盘 是 是 哦 也许还真有个办法 那就是你们两个 在直播间下跪 当着全国网友的面 在头认错 承认你的抖音短视频 不如我的速看短视频 毕竟大家都看热闹 不嫌适道 这样就算我输 我也信 我只是给你指条迷路罢了 只要你们愿意在直播间下跪 向我的平台递来 我就可以考虑 在你破产之后 让你们来我公司 当他们狗 也不至于你们饿死 一会儿开始直播 把风扇调到最大 朝着宫里的裙子吹 蒋总 这样会把宫里小姐的裙子 推起来 很有可能会露出底裤 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 是她自己 那就给大家来 要不 怎么把人都一直不见 蒋总 放心 我一定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小狗 你不认识 但我知道 我同父异母的体育功虚 以前只疼爱我一个人 既从认识你 他就不再只疼爱我一个人 他一定是高兴天 爱你甚不爱 今晚我体育功虚 也会看这种事情 我要让他看 监视机放这里 显示机放那边 江洛 别有压力 我相信 凭你的实力跟颜值 只要正常发挥 绝对不会比隔壁直播间差 这场直播声势豹大 关系到你平台的命令 甚至小讯也在看 我不说 加油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三 二 一 开始 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 大家好 我是小提琴手 宫林 今晚给大家直播表演 世界名曲 卡农 宫林 是那个在世界级音乐殿堂 我演的 开过个人演奏会的 天才小提琴少女 宫林 我们真是三声有声 能听到这样的天才 给我们现场演奏小提琴 姐姐好美啊 真的爱了 听说隔壁要跟她皮开 肯定输定了 去把风扇打开 快看快看 这大长腿 这身材 真的好顶啊 听演奏 还有无力 是 真的赞 快看快看 他的JK被风吹起来了 我看到了 地窟的颜色是粉色的 我没看到了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还想看 刚才没看到 家大风送再来一次 家大风送 再来一次 家大风送再让美女 露一次 没错 赶紧发福利 强总 刚才公立小姐走光之后 评论区都在要求再来一次 这样下去 口碑会崩的 姐姐 开播三分钟 人气已经突破十万 点赞三十万 我们创造的记录 立刻去直播间发布公告 点赞破两百万 还会有此故意证件的问题 是 江总 这样搞擦边色情引导 直播间会被封的 还是赶紧执立那些为所难吧 就是这些人带来了流量 屏蔽他们 我们还怎么 可是 我们这是在公立小姐 不知情的情况下 而且 我们这是在侮辱公立小姐 等她下播之后 一定不能去拉甘修的 都下播了 我还怕她干嘛 我让她穿的花枝招 真的是来拉小兵 我就是让她擦边 给这些人看 这样 他们才会留在直播间 有吗 是 再考虑 我让你 放进去给他们看 滚 老板 直播间人气达到五十万 我们又刷新了记录 江洛 我们已经定了 你们就等死了 大家好 我是江洛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河 我也一样 一手 威尔普拉威英语 你的心和 送给我心里的女孩 也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喜欢 哼 是帅哥好喜欢 谁要在这个直播间看男的 速迅速看直播间看福利 大雷美女 马上就爆雷了 快去 隔壁大雷美 放过一次 后悔一声 赶紧上车 没意思 我倒不过 展总 开播三分钟 我们的人气还不到一千 他们都跑到隔壁看家边了 在三分钟 不着急 可是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 我担心 把抖音未来一名全部的宣传费 放进来了 我要赌一把 是 老板 江总 听说隔壁把未来一年的宣传费都预支出来了 要跟我们打擂台 真是不实力 他们要粉丝没粉丝 要实力没实力 就算他们把未来十年的宣传费都拿出来 毕竟隔壁都投钱了 要不 你们再在直播间放播福利 我看 是你想看福利了吗 去把风扇再调大一点 好嘞 你情不尊重女性的为素男的擦边博弈 终于有人感受出真相 一群下头男 对着直播口还 真恶心 这些男的 一看就是没有女朋友的死肥宅 可悔躲在网络上看擦边 说谁呢 谁是死肥宅 再说 我说 老子顺着往线去找你 谁呀 有人破防了 谁破防了我们不说 姐妹们 别跟这些为所难吵 不值得 看来冲着天才小鸡间上几公里来 结果却是擦边 哎 车了车了 咱们去隔壁直播间 那里有个白马王子弹钢琴 真的好帅好帅 我告诉你文童 这里全是低属性 那里几只一股心灵 强烈推进去 姐妹们 那还等什么 那去看帅哥 蒋总 有人在直播间里吵起来 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和热度都降下死了 怕什么 一群花痴而已 不用管他们 可是他们都跑到隔壁抖音直播间了 不用怕 他们的人气 连我们的灵头都会吵起来 还想反抄 我 展总 现在好多人来我们直播间 我们的人气和热度再飞速上升 让子弹再飞缓 继续加大宣发 好嘞 我认识这个唐弹钢琴的 他就是从今的钢琴天才降落 没想到这么说 姐姐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摔完了 怎么现在才让我看到我的白马王子 不行 我要转发 我要评问 对 我也要转发给我的姐妹 这么可口的男人 我可不能独享 展总 这些自主的转发量和评论量 一分钟内达到三万 比我们投入的宣传还要恐怖 十分钟内 有可能超过隔壁的直播间 我要半场看香槟 可是展总找来的江洛先生 真的太厉害 太完美了 我都要爱上他 好好工作 好的老板 接下来 各位朋友们还想听什么 可以在公平上打出来 我下个星期就要结婚了 可以谈一首梦中的婚礼 给我祝福吗 好 那接下来 一首梦中的婚礼 送给这位女生 也祝愿你 喜红快乐 哇 他不仅人长得好帅 还有秋毕业 爱了爱了 我也爱了 他是抖音平台的博主 我要下的抖音 我要关注他 我也要关注小哥哥 我要给他生猴子 展总 我们这十分钟内 人气和热度已经达到百万 点赞 各是破了隔壁直播间记录 我们之前落后太多了 直播还剩三十分钟 必须要维持热度 才能够赢 我们的人气一直在上涨 一定能维持这个热度的 继续加大投入 是 张总 我们直播间的人气掉了一大半 都跑到隔壁抖音直播间了 再这么下次 我们就要输了 去告诉宫林 让他把扣子给解开 你是不是不想看了 我早就不想和你们这种人一起做 你 你 张总 这下该怎么办 发红霸 直播间里发红霸 用钱 绝对不能让他们赢到这 可是投资人给的钱 我们全部都投入宣传了 现在 他们也不愿意继续投钱 我们 我们才 废话 我们也答应 我们 我不可能让你们 正在 没有 一 去预治公司下半年的宣传票 去发红霸 是 展总 隔壁直播间在派发红包 人气又上涨 我们资金还有多少 您刚刚预知的宣传费 还没有怎么花 全部投进来发红包 把人留住 是 江洛 我们一定会 快看快看 那天遇到的那个男神 他真的好帅啊 分享给我 我要给他上礼物 我要当宝衣小姐姐 星星 江洛学长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们赶紧给他找到吧 江洛 我就知道 以你的实意 只要能够站在大家面前 就一定能够 一鸣惊人 竟然成为江洛的宝衣 展总 好几个人在中夺 江洛先生的宝衣 前两位的礼物 差不多有三千万 对一个新人主播来说 真的是奇迹 对 他的存在 就是奇迹 小薛 你听到了吗 顾小姐 该吃药了 好 颜颜 江洛池不见人气热度 你爱景星城 这个榜是你 对不对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帮江洛 本来呢 我跟顾佑 我还在争 谁是江洛的宝衣 结果突然又杀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 江洛这么优秀 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他 但是江洛 最爱的人是你 而你呢 又是他的榜衣小姐姐 他的直播间 人气热度这么高 肯定离不开你的打手 要是让他知道 你帮他赢的PK 肯定会骂你 江洛啊江洛 这个人情 看你怎么活 江洛 你竟然故意让我在直播间中走光 你真是个 怎么 输了PK 就能出程度了 你 衣服脱光了都留不住人 我都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 真丢人 江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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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个人家 利用我 羞辱我 我公子 不会痛 公里 是公家受蠢的二小姐 她要让公家对付我们 行吧 我要是怕公家 就不会让她走光了 就算你能对付公家 但是直播输了 我们恐怕 不就是输了整PK吗 没什么 我们蒋家背后 还有资本 又没有 这会一定会被搞垮了 江总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 股东们现在都已经集体撤资了 都转投隔壁的抖音平台 我们速看平台的资金链 一断了 什么 不可能 那些股东都是我爸的 他们不可能撤资 股东们 已经把钱取走了 非 警方 展望 一断 展总 我们的人气和热度 已经碾压隔壁四个间 我们就要赢了 我们抖音的下载量 有提升吗 抖音的下载量 已经可信看持平 而且在持续上升 不出意外 过了今晚 只会赶超速看 加上有江洛这个主播 日活亮也能稳定 太好了 江洛 他做到了 江总 还有一分钟 直播PK就要结束了 现在 隔壁直播间一百万人 我们只有一万人 你们挺怕 废 一棒 居然让我的王牌 输给江洛 PK结束 恭喜抖音的 江洛学长 PK成功 什么 我输了 谢谢江总 手下留情 让我迎接 立刻放弃抖音平台 否则 我保证搞靠你 刚才你没有搞靠我 胡想以后 也很难有机会 你不就是一个 非常PK吗 你真的以为 你就得了抖音平台 居然敢这么 给我说话 江总 江洛是我抖音的旧型 谁对江洛无礼 就是对我无敬 而且你应该已经知道 你的股东 都跑来我这投资了吧 所以我劝你 还是说话可谨 他们都是我爸的 只要我爸出 他们就会成功 继续投资 江总 你别傻了 如果真爱于 你爸的面子 他们怎么可能 来我这儿给死 毕竟他们的钱 不是大红瓜 哪能赚钱 就去呢 而且国内还有消息 你们蒋家 在国外产业 濒临破产 今晚的这波 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输了 你们蒋家 就彻底输了 不 我没有输 你输 我不管你 是输是赢 最后奉许你 短视频平台 靠的是优质内容 流日用日 靠低速擦边 绝对 你们给我等着 江洛 太好了 你今晚真的是横空出事 我只希望 在某个角落 小薰能够听到我 他能听 他一定能听到 顾教授 江洛 恭喜你 直播PK成功 你的名气 现在已经有了 而我也帮你 办理了手续 一周后 你将参加钢琴比赛 以你的资质 绝对能够成功 站在世界级的 钢琴演奏厅 谢谢顾教授 行 你好好休息 三天后 去机场接我 好 江洛 恭喜你 马上能见到 宫薰了 真的会见到 宫薰吗 如果他真的来 当初 为什么要不辞而比 这么多年 连一封信都没有 江洛 没事 不管小薰会不会出现 我一定会完成 对他的沉默 成为世界级的 钢琴大师 给我回去 好好休息 嗯 姐姐 我占据了所有优势 但在直播PK中 还是输给了江洛 我承认他厉害 但他在你不在的 这段时间 跟柳家大小姐结婚 我还要好好考验考验他 看他到了 能不能配上 谁 公礼 怎么 赢了我很得意吗 没有 我承认 你的小提前技术 很厉害 是那些人 太卧槽了 这还差不多 不过 我的小提前技术 还不是你们别人的 好 那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 我家吗 什么在你家 这里 可是我公家的老宅 没想到 被顾尤威租下来 让你这个笨蛋住在这里 公家的老宅 你和我姐姐公勋 关系那么好 难道会不知道 这里是我公家的老宅 你说公勋是你姐姐 小勋是你姐姐 这对 看到这个风链 我早该想到了 那你现在告诉我 小勋现在在哪 别忘了你和我姐的约定 在你成为世界级钢琴家之前 别想见到我姐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小勋现在过得还好吗 无可奉告 今晚的直播中 你的榜衣一致千金 让你名声大噪 再加上顾又威的帮助 想必 你很快就能如愿以偿了 只是我姐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惹了那么多桃花债 你还有脸叫我姐吗 我的心里只有小心 我现在在她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能早点见到她 那 祝你成功了 她长得可真像我姐 难怪江洛会去 我到底哪里 比不上她 张马 这只风铃 是谁挂在这儿 是江先生 江洛 是 您之前啊 在这里总是磕道 江先生就在这里绑了风铃 您路过的时候 就算是看不见 听到声音 也会有所留意的 也对 看到这个风铃 我早可想到了 原来这串风铃 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你心中的小勋的 江洛 如果高中的时候 是我先遇见你 是我帮你走出父母 及离世的阴影 你爱她 会不会是我了 什么事 主燕 我们的契约结束吧 为什么 我不想见到小勋的时候 让她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你的意思是 我是负担 江洛 你这么急着跟我断绝关系 就是为了给公勋安全感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这么多年来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都信吗 哪怕一次 没有 我的心里只有小勋 任何人都代替不了 哪怕是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你 江洛 我不会放过你的 言言 江洛知道 昨天晚上你为她一致仙心 是不是很感动 别说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怎么了 江洛跟我一刀两断了 是因为她跟公勋有个约定 只要她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她的公勋 就我回来见她 是吗 昨晚的直播帮她打开知名度 接下来她只需要 在世界级比赛上取得冠军 就可以见到她心心念念的功勋了 你为她一致千尖 帮她打开知名度 也就是说把她送到公勋身边 我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结果她却要跟我彻底了断 连朋友都当不成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不 你不傻 江洛 她已经爱上你了 我很清楚 不会的 她拿你跟公勋做比较 又要跟你划清楚界限 已经说明她的心乱了 事情乱了 她在高中的时候就算真的喜欢过公勋 但是现在 你已经走进了她的生活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没有办法证明 顾教授 我看您脸色不太好 您没事吧 只要你不放弃 我就算是Laze 也心甘情愿 您这么辛苦 都是为了 让我有机会去参加比赛 顾教授 您还要去陪那些人喝酒 江洛 你这么说未免太看清我了 不过是帮你安排了一场钢琴比赛 以我顾佑薇的实力 怎么会做不到 我脸色差只是熬夜 跟酒局无关 我这样的身份去赔他们应酬 算是给他们天大的面子 他们不敢给我灌酒 顾教授 谢谢您一直以来 这么帮我 好了 快去秦房吧 我要看你和秦勋勋合作 喂 小龙 不好了 如愿被蒋星成绑架 你赶紧去救他 你们又在耍什么霸气 蒋星成绑架他 他应该去报警啊 江洛 你昨晚直播能PK成功 都是爷爷一直给你刷礼物 抓到绑一帮你积累人气 谁重是因为这个 被蒋星成击痕要报复他 让他有危险 你求不去救他 是自财王恩负义了 你相信吗 不敢怎么说 如愿这次帮了我 我必须要去看看 如愿 如愿 如愿在哪 别洗 如愿没事 你们骗我 其实蒋星成根本就没有绑架 对吗 骗你 是为了让你认清自己的内心 你 江洛 已经爱上了柳如愿 我没有 如果没有 那为什么听说我有危险 会奋不顾身地过来救我 江洛 走在假面舞会上 我们之间的缘分 就已经注定了 江洛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的功勋已经忘了你 我多希望 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 走 这就是所有人都觉得 爱我爱到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男人 停 停 还有三天就要比赛了 你怎么老出错 你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不是很默契吗 这场比赛 事关江洛能不能够走出华夏冲向世界 我看你是天才少女才给你机会跟他合作 结果成这样 真是垃圾 顾教授 江洛学长 对不起 我 顾教授 能让我跟秦同学 单独谈谈吗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秦同学 顾教授也是太着急了 你别往心里去 不怪顾教授 怪我 没有调整好心态 一直在妄想 妄想 妄想什么 妄想 我可以当功勋的提升 永远陪在你身边 秦同学 你怎么了 我 江洛学长 我坦白承认 其实我在遇见你的时候 撒了一个谎 我能说 其实我并不意外吗 你都知道 你跟功勋的名字 都有一个勋子 这可以说是巧合 但你们都留着 酒红色的头发 又都学着音乐 我还没有这么笨 抱歉 江洛学长 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 我之所以留着酒红色的头发 并且改名叫做秦勋勋 都是因为功勋学姐 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你的偶像 嗯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跟功勋学姐 在同一个音乐辅导班 她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天才 我在第一次听到 她演奏的时候 就被惊艳到 于是也下定决心 走音乐这条路 追随功勋学姐 去了她所在的学校 也因此 认识了江洛学长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都想要成为功勋学姐的替身 但我现在知道功勋学姐在江洛学长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 怪之怪物出现得太晚了 那 你能帮我吗 小薰之前答应过我 如果我能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他就会回到我身边 就在三天后的世界钢琴大赛上 所以 你是要我帮你和功勋学姐重逢 没错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没关系 对不起 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没关系 我们以后 还是朋友 学长 没事 我会跟顾教授解释清楚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不起 江洛学长 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太自私地想要霸占你 如果 遇见功勋学姐会让你开心的话 那我愿意帮你完成钢琴比赛 和功勋学姐重逢 陈同学 谢谢 这就对了吗 你们终于找到默契了 莲莲 今天 就是江洛的钢琴比赛了 你要多去啊 还有三十分钟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秦勋勋怎么还没有来 别担心 秦同学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大网红 江洛吗 啊 蒋星成 我说过 我不会放过你的 就你 蒋星成 你们蒋家已经不行了 你有什么能力阻止江洛 哼 你永远都不要低估 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 江洛 你就是一个臭网红 一个网络乞丐 你还想成为艺术家 根本不配 那就比赛让江洛琴 你还真是不懂人情世故啊 我不管你有多大本事 你现在是网红 你就注定是上不了台面的下脚流 你还想成为艺术家 登上大雅之堂 更是不可能 哈哈哈 蒋星成 你还活在旧社会吗 现在时代变了 多少高端媒体 都已经入住短视频平台了 哦 我好像忘了 你的速看短视频平台 已经逃避了 不知道这些 也正常 你 只要江洛有真本事 我就能让他走向全世界 是吗 这场比赛 是需要小题型配合演奏 才有资格参赛的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的搭档 已经在路上了 好 有我顾月威在 江洛就一定能够走上巅峰 所以你的挑拨没有用 赶紧走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说过 我要让你身败名列 我就一定会做到 哈哈哈 江洛 你先去准备一下 我在这里等秦勋勋 嗯 秦勋勋 你到哪儿了 江洛学长 我是方向 秦勋勋在赛场门口 被蒋兴成开车撞伤 蒋兴成刀场被抓走了 但勋勋现在昏迷不醒 被送来了医院 什么 对不起啊学长 没事 你照顾好秦勋勋 谢谢 江洛 怎么了 蒋兴成刚才出去的时候 开车把亲同学撞到昏迷不醒 什么 蒋兴成这个混蛋 错过这次比赛 还要再等五年 不行 我等不了五年 我马上联系我的学生 不要 我们没有合作过 比赛的时候稍有差池 救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他再去耗兰 他一定会跟我默契配合 带我走向世界 这可惜 我只有赢得这场比赛 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才能见到他 他是谁 我的此生之爱 所以 你再次弹钢琴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再见到他 我真的要最早 如果放弃 我就也能把这些人 不 我可以放弃 我要见小许 江洛 你不能被打倒 我回来了 江洛 你再次弹钢琴 而我这么努力的 想要把你送上巅峰 就是为了让你见到他 我此生我一的敌人 顾教授 好久不见 小许 你也认识顾教授啊 还记得我说过 让你帮我打败一个人吗 就是他 我知道 你的心已经输了 也就无法代替我 打败他 江洛 我姐特意来见你的 不知道 我能不能做你的搭档 小许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好了 你们两个别再情情我我了 这场比赛事关重大 现在你必须要去赢得比赛 为国争光 不要再因为儿女情长让我失望 等比赛结束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嗯 这一次 绝对 等我一下 姐 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吗 这是江洛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我必须要帮他 可是你的身体 今晚过后 江洛将会享誉国际 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 依照约定 我依然要嫁给他 今天只是提前见到他而已 可是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 现在还要用命去帮他 难道他的命 比你的命还重要 你不懂 我依然要帮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